您好,欢迎收听雨沐观后感,我是雨沐 今天来分享一下一个蛮特别的电影观后感 我在雨中等你,2019年的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2019年的片子,这是一部剧情片 描述职业赛车手丹尼和他的狗一起生活 他从小狗开始养起,取名Enzo 来自他的赛车偶像Enzo Ferrari 他们互相陪伴,走过单身赛车,婚姻赛车,家庭赛车 虽然狗没有办法赛车,可是他有赛车魂 把他体会的赛车经验转化为生活哲学,陪伴他的主人 无论晴雨继续往前冲,即便快到家了,Enzo还是想要陪丹尼再跑一圈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这部剧情片,改编自小说改编的电影 Gustan,他的同名小说《我在雨中等你》 把它翻拍成电影 Kevin Kostner的配音,主角那只黄金猎犬 有Kevin Kostner配音 Milo Ventimiglia,男主角 Amanda Sefery,领前主演 片子以狗的视角来说故事 回忆他和主人的生活 赛车经验,妙裕,人生观 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 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雨目观后感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原著大概有三分之二左右 这个篇幅 把它拍成电影 有几个张回删减的 这是一个巧合 我不喜欢这样比较 但是刚好有看过小说 也有看到电影 这是坦白说 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次刚好遇到了 介绍一下 小说有几个张回被删掉了 我个人觉得 基本上重点都有保留下来 都有拍到 这些电影里面都有拍到小说的重点 蛮有艺术价值的重点 也就是那些念想所代表的意义 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可是一看 就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验 尤其原著作者 他本身就有赛车的资历 而且他本身有养狗 多种阅历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我相信这个故事不仅赛车手和狗主人看的有感觉 一般人看的也是有很多收获的 我们人类这种动物不容易相处 因此我觉得狗是某种奇迹 很多动物没有办法跟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主要是因为适应不良 就连人类自己也未必可以适应他人 但是狗有办法适应人类 他们把日子活出一门艺术 其中可以解释的叫天性 不好解释的叫灵性 观察人类习惯乃至于一起生活 想到这边开始破题吧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意味着如何在雨天赛车 包含了技法还有心法 同样的人生旅途也会遇到恶劣天气 如何走过风雨自然是一门艺术 而且不是人的看法 听听有赛车魂的狗怎么说 很有意思 第一个感触邪恶小斑马 这个故事有两个地方令我印象深刻 邪恶的小斑马 还有赛车人生观 当我看到电影版本里面保留了小斑马 非常高兴 虽然这里的小斑马 代表血糖太低 那时候产生了幻觉 但我吃很饱的时候也会看到那样的画面 换句话说 我认得那只小斑马 它的名字叫做制约 假设我是狗 绝大多数的人类都比我高大 想要看透人情世故 有那个先天的障碍存在 可是我不会因为个子矮就算了 比方说我看不顺眼那个黑白条纹的东西 不知道那个东西叫斑马 反正就是看不顺眼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看到小斑马 接下来倒霉的就是我 一遍 两遍 三遍 从此以后 我学会了 先有不祥的预兆 然后有不好的预感 即便我还是不懂人情世故 只要认得小斑马 就是邪恶的化身这样就够了 回想起来 这份感触 它有一个曲折的渊源 最早在念书的时候 皮亚杰的操作制约 喂狗吃东西 喂之前先打铃 摇铃打铃 久而久之呢 狗只要听到铃声 就会流口水 他知道接下来有东西可以吃 后来我在生活里面发现 制约是可以用在训练上 也可以自己培养 放在励志文章里面 就好像所谓的那些狗儿教我的事 那该怎么讲 这样说好了 有时候只要相信就够了 不用完全掌握事情的全貌 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对 只要相信就足够了 比方说 片子里面的丹妮主角 他相信恩佐 而恩佐相信小斑马会带衰 即便丹妮不觉得小斑马哪里带衰 也会因为恩佐反感 那就把事情再想一遍 是小斑马是真的邪恶的化身 再想一遍 而做出不同的决定 或者说更好的决定 第二个感触 赛车人生观 赛车人生观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这个故事 或说这部电影 或这本小说都好 是它最核心的价值 最有意义的价值 我觉得 印象深刻的地方 赛车经验 来妙欲人生观 确实蛮妙的 不需要身为赛车手 不需要身为职业的赛车手 像我一样这种一般人 也可以明白 他们说这个叫做 通俗文学的魅力 我挑选几句很像桌立上面那种智慧心语 这几句话就让我想到很多事 分享一下 No race was ever won in the first corner but many has been lost there 无论好的开始 或者坏的开始 都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可是呢 很常看到一开始就分出了胜负 看起来好像是在讲 开始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其实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浮现一个念想 保持稳定的心情 或者说平常心 平常心 开始领先或者开始落后 只能代表开始 一旦心情受到影响的话 那就是真的一路落后 A driver who cannot tear his gates from the wall will inevitably meet that wall 我看到撞墙版的那种吸引力法则 或者所谓的眼道、手道、心道 一旦呢都是道墙 那就肯定撞墙了 再分享一个 The best drivers don't dwell on the future or the past The best drivers focus only on the present 基本上这段话违背我个人的信念 都跟我相信的东西不太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那在这部片里面看到这句话 听那个气势 你知道很像Bassline那种金句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对话 这话是有意涵的 他跟我所相信的东西 是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不过呢 在这里比喻的是赛车手 所以我就想像自己正在开赛车 确实真的就是他讲的这样 我的人生截至目前为止 开车最高记录 最高记录 时速160公里 大概维持了三分钟左右 截至目前为止其实是个废话 因为那是十几年前保持的记录 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傻胆了 也找不到动机去刷新这个记录 可是记忆有心 如果说开车接近时速100公里 类似溜直排轮的感觉 那么时速160公里的话 就像在溜冰刀 我感觉那种车子变轻了 然后手里的方向盘也变得很轻 轻轻的 就是很灵敏的 只要一动一下就不知道会去哪里 没有时间看后照镜 全部的注意力集中正前方 可想而知 我当时开的那条路是又长又直 才有办法这样子 假设 假设 我有办法 以时速160公里来转弯 过弯 丹尼应该会把他的狗直接取名叫鱼木 不会叫ANSO 我当时开在笔直的公路上面 左右两侧 往前延伸汇聚成一点 老师教我们那个叫做透视点 前方的景物是没有到拉线 毕竟我是租来的OPPO了 不是千年银 不是Millenium 看到的东西 就像一幅静雾化 都不会动的 不会动的 但是自己心里有数 只要稍微有个闪失 这个静雾化 马上就变成野兽派了 赛车手的车速 肯定比我的所谓的最高纪录 要快好几倍以上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 那都不是重点 必须专注当下 过去不应该是牵绊 未来不必太期待 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而为什么说这段话 违背我个人的信念呢 因为我相信过去和未来都很重要 见网开来啊 追忆似水年华啊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啊 至于抓紧时间把握当下 反而不是那么唯一啦 不是那么的绝对的重要 没有那么绝对的重要 可是我又认为 这个地方说的对 不是很矛盾吗 其实正好可以用速度来区别 这两个 生活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就算身为赛车手 也不会一整年都在那边 风驰电子啊 一整年在那边飙嘛 不会的 紧绷的时候 专注当下 缓和的时候 想想过去和未来 不矛盾的 A true champion can accomplish things a noble person would consider impossible 这段话也蛮有意思的 成就非凡 所谓的为常人所不及 这个讲了几千年了 不过老套还是有新的启发 如果记忆可靠 片子里面 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举例车神西拿 它运用湿地的一种摩擦力比较弱 它有湿地飘移 甩尾的时候没有因此掉太多速度 而不是像一般赛车手就是踩刹车 很赛车的东西 普通人认为这样子开车是不可能的 藤原拓海水沟盖跑法 同样也是普通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漫画 这种想法 而这些例子呢 当然有关天赋 但也不能忽略创意 于是我的思考点就聚焦在 不可能三个字上面 impossible 怎么这样不可能呢 所谓的不可能 是指真的不可能 还是普通人认为的不可能 思考一下 普通人之所以普通 未必是能力普通哦 而是想法普通 很麻烦的不可能 没想到的不可能 事都没有事过的不可能 如此而已 任何可能性 就因为这样的想法 在这边打住 没有任何的可能 这讲有点饶口啊 所以说普通人叫做普通人 不见得是能力普通 而是想法普通 这是我蛮有感触的地方 If he just had a steering wheel to hold down to his hand wouldn't shake 恩佐看到主人丹尼 就是一直抓着烦恼不放 想要怎么讲啊 让主人能够转移一下注意力 不要一直想那些心烦的事情 于是他就说了刚才那句话 要是他的手可以握住方向盘的话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发抖 我看到这句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感觉 这在其他的片子也有看过 我现在是录音的时间 比较后来嘛 所以我最近刚好又看了 一根赛车有关的片子 Ford vs Ferrari Ford vs Ferrari 也是赛车的片子 有提到 Christian Bell演的角色 如果不让他赛车的话 他整个人都会不对劲 就有那种味道 所以回到这里 我看到这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有感觉 是不断的 在以各种形态的方式 接触到这个同样的概念 仔细看这句话 就是平铺指数 没有押韵 而且还蛮长的 不像所谓的语录金句 bestline 可是这句话有一种 简单平凡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样东西 可以是计划 目标啊 梦想啊 如果是这些当然是很好啦 但不一定要这些很典型的好东西 我们只是需要一样东西来安心 可能只是一个奶嘴 或者是一个旧旧的 留了不知道多少口水在上面的小被子 这个从小时候用到现在一直留着的 需要一样很特定 很个人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安心 最打动我的就是 这个东西是恩佐发现的 是他养的这个爱犬发现的 有人能够替我们发现我们很缺那个东西 就可以安心下来哦 那种情境 那种情感 是非常真实的 If a driver has the courage to create his own conditions then the rain is simply rain 整个故事的灵魂 我觉得大概就这句话吧 因为他提到的 RAM 这个怎么讲 雨中开赛车的艺术 那这边又提到这个下雨 好像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精髓 idea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句话 鼓起勇气 就是驾驭自己的人生 飘雨又何妨 点亮希望 缘起不灭 故事在很温暖的情境收尾 当我看到电影快要接近那个结局的时候 也就是 丹尼载着恩佐在兜风 那台57年的火红色的Ferrari Testa Rosa 车迷看到的是绝对会尖叫的 红色经典 那段情节 让我有想过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那可能是老毛病都犯了 所以在这边低调的跟你分享一下 也是不一样的故事结局版本 我觉得 因为看了很有感觉 这样说吧 开始飘雨了 我知道丹尼一定会听懂我的心声 再跑一圈 上一次和她淋雨的回忆不太好 不过这一次她就在我身边 接下来她不会减速 当一个顶尖赛车手坐在属于她的位置上 爱线只是刚好而已 我们经历过很多次转弯 这是第一次和她一起飘移过弯 好像死亡瞬间和复活瞬间反复的出现 交错交错再交错 原来肚子会感觉凉凉的 有一股力量串起所有的死亡与复活 在雨中又一次画出完美的弧线 丹尼带着意大利微笑摸摸我的头 我知道刚才那股力量就是她的信心 雨好像停了 而我变得潮湿 好的 介绍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2019年的片子 我在雨中等你 的确有看的是 蛮有感觉 蛮有感觉 它不仅是一个宠物电影 它还有包含更多的 可以说生活观 生活智慧在里面 那当然情感也是非常丰富的 希望有机会 你也可以 我不知道你可能看过了 就是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不妨看看 蛮不错的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雨幕散文故事 或者雨幕观后感 两个都可以搜寻的到 常来看看逛逛啊 这边都会有一些东西 那么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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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